日本何宅食品正確的未來繼續安心 李維陽非米跟議員林根人 共同發起巨吃何時的連數和東 在這裡親立蔡茨亞向鄉親表達訴求 希望鄉親共同既轉創五的政策 一早包括新港和和米也超過兩千人共同連數 我們在八點在和米市場 和米老人回回中卸士股 在處境迎接發起連數的連條 對策謊的政策也希望透過鄉親的連數 讓這件事了解民眾的心聲 當然是有問題 所以林前施政我覺得他一直有問題 而且人才也不夠 所以所作所為我真的很懷感 因為這個和時 日本不是讓我們要創作 讓我們吃這是真不合理的 我們實際上要來交換隊 由立委王非米跟管理員林根人 發起的巨吃何時活動 再起分配在和米市場 和新港蔡茨亞基盤鄉親人數 現場也在鄉親內情的活動 在這幾點中 參與連數的連數就超過兩千人 林根人和伊吉王非米立委 來在和米市場 辦反核食品進口的連數 希望我們這裡的鄉民 我們這裡的北市 一人出一份我們 我們來跟連數 來跟政府說 我們不要吃核食 核災食品 因為不必要創作我們的核一台 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 來連數 創作連數 來跟政府說 我們不必要創作核災食品 希望我們大家用 因為我們知道說核災食品 會創作青少年我們的核一台 日本人沒吃的 我們不可以做二等國民 換我們來吃 所以我們要跟政府說 我們季節 季節核災食品 不要把我們當傻食 反對 這吃了 這政府不良心 我都不太放心 因為我們愛台灣 我們不要做二等國民 對 反核反核 現在鄉親表示 為了後一台身體健康 不然在應改期主要有問題 食品進口 尤其是在做生老百姓 四名威嚇的產品 竟然沒有應改給他賣 無關政治 就是應改要全民反對 新中華新聞將帶緊 何美 新港 蔡宏伯德 好 好 好